娘 娘 干啥呢 看啥呢 叫魂呢 你出啥事了 娘 我爹欠你咱家的牛 给我牙下地呢 我们看看针针的 哎呀 妈呀 你说这么一会儿没看住 咋就给牵跑了呢 你看你姐夫 你姐夫这是要不过了 姐 我还就不信了 姐 姐 姐 你跟我说呀 姐 娘 别骗着我 姐 她给我说呀 姐 你跟我说呀 姐 你跟我说呀 姐 你跟我说 姐 我这回抓着你了吧 你说这么一会儿的功夫没看住 你就把牛偷偷地牵就来了你呀 我跟你没闻了 姐 这话你好好说吧 你这没偷牛 你是拽啥呀你 你说我拽啥 你说我拽啥呀 我辛辛苦苦养大的牛 是让你出风头似的呀 你别丢人下眼了啊 你撒开 我就不怕 我不怕丢人 我就不撒开 你说那些人 多自私啊 这一流眼全跑了 弟弟扔给咱 人人扔给咱 他们把你当傻子 是你真傻呀你呀 你撒开行不行 不行 你撒开 给我撒 我看你呀 三天不闹一回 你就痒痒 对 我就痒痒 我心里就痒痒 我的痒痒是你闹的 我是一忍再忍哪 别给你个梯子 你就上房 你不上房了你 姐 你上房 你干什么你 爹 爹 爹 你快去杀手去 爹 爹 爹 你快去杀手去 爹 爹 爹 你快去杀手去 爹 过来 你杀手 你杀人 你不杀人 你杀你行不行你 你不杀是不是 你不杀是不是 行了 咱今天把这话说清楚 你说你当那村长 我们跟着你占什么官了 我们得什么好了 吃苦受累不说 你说家里的吃的东西 你全让你给撒腾出去了 行 这事咱不说 今天就把小花的事说清楚了 小花可是上河村的 不是咱一家的 凭啥出了事你一个人管呢 凭啥 他爹娘是你给弄死的 你吃饱了撑的呀 你把这事往自己身上揽啊 你把这 姐 什么没法 你干什么 姐夫 你这是干啥啊你 爹 你别弄了 爹 爹娘 爹娘 说你 你推我是吧 你敢推我是不是 回头 为了别人家的事 再把自己家给拆了 拆就拆 你说 现在他眼里 还有我们娘仨 还有这家吗 再这么闹通下去 这家飞散了不可 你快别说这话了啊 这个家要真的散伙了 到头来受罪的 还不都是大宝二宝啊 那 他都不疼娃 那我怕啥呀 你说我跟他过了这么些年 在他心里 我还抵不上个小花呢我呀 你说为了小花 把这家闹成这样 这日子没法过了 姐 你快消消气吧 姐夫心肠软 你又不是不知道 他软大发了他 你说自打这小梅妖出了事 你姐夫就跟中了邪的似的 好像这小梅妖是他给弄他的 小花的爹娘是他给弄死的你说 你看看 现在自己的娃的肚子填不薄的 还有心情管别的娃 这光是一吃的事吗 娃上学怎么办 有个病有个灾怎么办 他管得了吗 对呀 这谁让姐夫是村长呢 现在啊 他的心里也不好受 这么大一个活娃摆在面前 又不是小猫小狗 能年臭的他饿死吗 他活该 那是自找的 他自己采的活果 他自己去吃 这说来说去啊 都是由那个 爱迁到了公头给害的 不然哪有这事啊 妹子 反正这回啊 我就在你这住去了 小花的问题一天不解决 我就一天不会嫁我 这些日子 为了小花的事 川产家的日子都过不好的 你说咱们眼瞅着不发忙 是不是有点过分啊 就是过分也没办法 这也不是咱一家 就管得了的事啊 小花是咱上河村的人 大家都看着不管 村长得多寒心 村长家闹成这样 谁看了心里都不好受 可谁又敢管呢 那一管可就是一辈子 要是村长也跟咱似的啊 天天守在家里 一抹三分地啥事也不管 那小花不早给饿死了吗 这些道理我都懂 你有本事 你去 你去挨家挨户 把大伙都救出来 村长 你也别怪大伙 他们不是不想帮 实在是 这日子太穷了 日子穷不佳 可我想不通的是 人心 咋这么薄啊 都是我这个当村长的没能的呀 都是我这个当村长的没能的呀 没能就有大伙过上好日子 照片子 我会把我打染了 我可以跟人家有信心 就像是魔神哦 你没有什么事 没能的呀 我不行就会来 我那时就留下我 住门工作室 那里玩家 我怎么有烧口的 从背部 哪里却 偶抹 一直建立患的 花啊 这风车坐好了吧 奶奶再给她花上一栋花 奶奶会花好多种花呢 花要是一碗风车就想起奶奶来了 爹 你去把我娘接回来吧 我们想我娘了 就是 爹 我娘不在家 谁给咱们做饭 是来喂牛 喂猪 喂鸡 喂鸭子 就是啊 爹 你不能让家里所有转家人都饿死吧 我不去了 要去你们去吧 这回呀 我跟您姐夫还砸到底了我 我倒要看看 这家离了我 你姐夫能撑几天 姐 消消请 先喝个水 妹夫我不渴 你先搁那吧 你看看 你看看 这好多人能给家 咋就变成这样 你说咋变成这样了 还不是你们那该死的公头 枪毙了她都不结婚 你跟我蹬山眼珠子 我还是受害者呢 我这脑袋瓜子 直到现在还疼呢 我呀 我不能跟你姐夫一起窝囊了 要不然以后村里大大小小的事 还不都得落你姐夫头上啊 对 这一步你要让了 你跟妈的苦还在后面呢 可不是吗 这回我倒要看看 你姐夫是留我呀 还是留小花啊 你就踏踏实实在这住下去 啥时候姐夫把娃的问题解决了 你啥时候再回 有你这么全家的 有你这个妹妹 你姐这个家不散伙也悬了 你咋在那说话不要疼啊 出事的不是你姐是吧 你当着姐的面说这话 你这不是恍着交友吗你 交你个头啊 干干啥干干啥姐姐 行了 你俩咋吵起来了呢 姐你别听了她 别理她 自打她的脑袋被砸了 十不长得说胡话 看你干啥呢呀 站住 站住 都是因为你我娘的离家出所 你这个叫花子再在我家不走 你还撞啥伙人 你还敢过去把我娘接回来 不是我对你不客气 对你不客气 宝儿啊 去把香草接回来吧 我不去 我又没啥错 凭啥去接的 都怨你爹啊 不应该提起那个娃的事 那也不至于骂人吧 我看这一架早晚都得打 那你也不应该动手打人呢 他不太过分我能动手吗 爹 你别说了 反正我是不去 回归都是他的错 他总让我认错 我一大难认 我 窝不窝囊我 你说宝珠这小子 他还长脾气了 这么长时间他都不露面 他还真叫上劲了 他还来不来 反正我就在这住下去了 这就对了 他都敢跟你抡巴掌了 这口气啊 咱说啥也不能厌 你就踏踏实着跟这住着 我就不信他不来接你了 娘 不行 我去找姐夫谈谈 你敢 他打人他还有理了 你找他谈谈去 还给他脸子呢 娘 你能不能讲点理啊 这回回我姐和姐夫吵架 你总是不分青红皂白的 站在我姐这边 这不害我姐吗 你甭给我讲这些大道理啊 那闺女是我的 我疼闺女我有错啊 她别以为咱们娘家没人了 我就是看不惯 你跟我姐这一唱一和的样子 难怪人姐夫不来呢 要我 我也不来 不是 你到底要干啥呀 你说你这死丫头 怎么一有事 你就站到你姐夫那边去啊 你到底是哪家的人呢 你咋跟你爹一个德行呢 我爹咋了 我爹遇事比你强 总能站在里上 不是 你要干啥呀 你是不是打算气死我呀 就是因为有你 我姐和姐夫 才弄成今天这个样子的 什么样 我看看什么样 你干啥呀你 你个白眼狼狼子 你说 你想气死我呀你 娘 不是 我白养活他了你说 爹 我下地去了啊 带着草帽再去吧 我才懒得回去听我娘唠叨呢 一会儿你帮我带去吧 借着孙女俩绕着走 赤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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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赤 小花 你过过过过过来呀 来来来来来 小花 小花 就你 一个人在家 嗯 听说你婶婶 你俩出走了 那怎么还没回来呀 那她们对你好 好不 那对对对你好呢 咋还让你干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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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 那我走了 into the morning, and then which night I'll run. 这不是庆家哥吗 保住打了人不敢露面 让你这个当爹的 出来说和了 不是我博你的面子 保住要是不来 这人你可领不走 我们闹点意见哪 都是保住不对呀 闹意见就动手打人哪 我把闺女给了你们 好日子没过上一天 三百六十五天的 给你们做饭不说 还挨上你们的打 俺那闺女咋就那么不值钱呢 亲家母啊 你小小气 保住打人是不对 可这个事啊都怨我 我不该提起那娃的事 你知道就好 你也是当爹的人了 你咋能跟外人串通起来 欺负自己的家里人呢 相讨虽说不是你亲闺女 也没能给你家生个娃 但你也不能这么欺负他呀 你们想打就打 想把人领回去就领回去 那世上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啊 既然你们把人打回来了 想接回去啊 没那么容易 我的日子还得过不是 凭啥我闺女就非得过那种日子呀 要过也得看咋过 哦 要是这回 让你这么容易的就领走了 那以后挨打 还不成家常便饭了 你觉得我闺女好欺负呀 我这当娘的那可不是好惹的 这回娘可给你出了气了 也幸亏你爹不在家呀 臭不要脸你叫花子 我不是叫花子 你就是叫花子 那在我家不走 你就是叫花子 你现在把我家借过来 不然你就叫花子 不然我用鞭子打你 你们可以打我 可我不是叫花子 叫花子 不要脸 叫花子 不要脸 不要脸 叫花子 咱们一会儿 快点跑 小花 是不是大宝二宝欺负你了 他们没欺负我 小花 大宝二宝真的没欺负你呀 那你哭啥 没事 大宝 跟你说好了 见了村长绕着走 你咋还上人家门口去了 我跟你说话呢 你犯啥愣呢 咋的 见了村长受刺激了 那你当我这么半天想啥呢 想啥呢 你过来来来来来 我我跟你说啊 我想把小花接次咱们俩来 你有病啊你 那你看看 你不是一直想家里的活没人干吗 铁铁链那儿呢 那可是一件三雕的好事 那可是一件三雕的好事 啥三雕啊 对 那就归咱呢 那三雕呢 这 这三雕 就是咱们小花长大喽 咱给她找个好好好好婆家 咱也能要要份好彩礼 对 不对 那这么好的事 那大伙为啥团躲呢 这里边一定有亏迟 那 那 那只能说他吧 不不不不 不会算账 这这里边哪 只要便宜 那那哪有亏远 要是不行 咱去把它接回来 哎 村长家这几天 正为小花的事 闹得火上烦了呢 咱现在要是把人接回来 那就是发现风格 那那那那那对嘞 爹 还没睡呢 睡不着 爹 你也真是的 不让你去吧 你还偏去 碰了一鼻子灰吧 道儿啊 不管咱说 咱们不应该动书打人哪 每次他一回娘家 就让咱去接 说啥惯他这么忙的 他不在家 反倒清静 想啥啥回来 他自己就回来了 这些年哪 香草跟他咱 也没过啥 啥好日子 是想那么对不住人家呀 有啥可对不住人 啥活都不干 有口好吃的 先紧着他吃 还得看着他脸色 凭啥 再说了 再说了 是谁让咱家的日子过成这样的 他还有啥可对你不满意的 进了一个门 就是你家人了 爹呀 一直把他当你自己的妈 哪有当爹的 记恨自己的妈 小两口哪有隔夜的收入 虽说咱们日子过得不负 可是咱们工丢了 不做人的厚道 咱们对人好 人才能好好的跟咱们过日子 别老了 今后的日子呢 还等你们俩过 到时候啊 你要知道 心疼他才对呀 姐 多大点事啊 人家姐夫他爹不都来接你了吗 你还不跟着回 又不是我不想回 是咱娘不让我回 你可真是咱娘听话的好闺女 咱娘你还不知道啊 糊啊糊的 在咱村都出了名了 一点道理都不讲 咱娘或者咱 不还不是为了咱好啊 咱好了 没火都点出火来了 你跟姐夫这事情上 娘总是拉偏价 一点都不讲道理 对姐夫一点也不公平 你自己再没个主意 这今后还跟姐夫咋过呀 我将来要是结了婚 嫁了人闹了别扭啊 就冲咱娘 我也不能回来 你是没处在姐的位置上 你咋知道姐的苦呢 自从姐嫁到你姐夫他们村之后 就没过过一天的顺心日子 那纯属你有偏见 就说上回吧 你跑到村口去登自行车 那不等着人家笑话呢 还拉着姐夫跟你一起出丑 那还不是你自找的 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 他们不就是欺负我是外村的吗 姐 我要是你呀 就绝干不出这种事来 我会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的 地养得肥肥的 跟姐夫好好地过日子 让他们呀 看得眼红 那才要解气呢 你当我不想这样啊 我寄你姐夫家门都五年了 可是到现在我也摸不清 他爹到底是咋想的 整天一张不音不情的脸 看着我就堵心 就更想着生不出娃子事了 要我说呀 你这就是多心了 其实姐夫他爹那人挺好的 反正比咱娘强 你要是做了他家的儿媳妇 没给他家生出娃来 你看他爹还好不好 你说这姐儿俩不睡觉 在院里说啥呢 快睡你的觉吧 操那么多的心 我能不操心吗 你看相信这丫头吧 准是鼓动她姐回去 那还不是应该的呀 都像你似的 唯恐天下不乱 那这日子咋过呀 你以为我愿意这样啊 咱要不给她加点教训呢 那以后香草在她家里头 就抬不起头来呀 你不说你这当娘的糊涂 你以为硬把她留下来 那闺女心里就好受啊 我还不是为娃好啊 你还为娃好啊 你这是活活的把娃给害了 我说你这死老头子 你怎么就会跟我拿把食啊 行行行行行 行了 快睡吧啊 跟你说不清这理 你这睡 睡 姐 不是我说你啊 人家姐夫她爹都多大年龄的人了 大老远的跑来接你 你不回去啊 就是你的不对 你咋回事啊 我还是不是你姐了 在话里话外的护着外人呢 姐夫跟她爹是外人啊 要是姐夫她爹 也跟咱娘似的对你啊 我看你啊 就更受不了了 我倒希望她爹像咱娘似的呢 有啥话就都说出来 整天一句话都不说 谁知道她心里想啥呢 咋 睡不着了 姐 也不知道家里那俩娃 吃上饭没有 还有那牛 那两个小猪崽 不是你姐夫喂也没喂 姐 就这样 你咋跟姐夫赢到底呀 这刚一天 你就垫垫娃和猪了 我跟你姐夫这么多年呢 我还是头一回离家出走 姐 这回你可要坚持到底呀 那舍不得娃咋能套着狼呢 这不下狠心 这咋能打胜仗呢 我就怕 那狼套不住再把娃打进去 你快别瞎想了啊 要不出了这事 咱今儿俩 咱能睡得一个看上 这幸亏啊 有你这么一好妹子 要不然呢 还真没活头 自带我一生下来 咱爹咱娘啊 就把我当男娃一样 这我不护着你啊 谁护着你 咋了姐 让咋回事呢 心里疼 咋就跟长得乱草的似的呢 也说不上啥滋味 我就怕这么出来是吧 到时候这问题也解决不了 咋解决不了呢 这你不在家 这大宝哈二宝 还不哭着喊着要娘啊 你说姐夫她急不急啊 估计啊 姐夫这会儿啊 也没睡 那胡盖 快睡吧 村长 我马上呢 村长 就那天着急开会吧 就我们家的喇叭坏了 村长 就是我今天找你来吧 就是 我想跟你说啥呢 就是我想被村脸 就办件大事 大白天呐 大白天呐 没工听你打嗦嗦 你该干啥干啥去 村长你看看 我可是认真的 就是我跟铁袋娘就商量过了 就是我们就是准备办小花 就临我们家 那叫让一 watching 村长 你别看我就是平时干活 就不不积极 可是我要干 那就要干干干干干干这大事 就是我们看小花吧 就实在是 太可怜了 你知道吗 就是村长你为小花 付出那么多 就是我们看着吧 心里也不老人哪 说就所能的 那就也想出点力 就是为村长你呢 就是减轻的负担 我告诉你啊 这大白天的 可不行说梦话啊 这种是哪能说梦话呢 这种是哪能开玩笑呢 就是把小花吧 聪明又能干 就是我们家呢 也正好缺个丫头 铁带呢 也正好缺个姐姐 你们两个 真的是这么想的 我发誓 小花 到了我们家呢 就是我们咋的铁带 就咋的 小花 就是宝 就是保证不让小花 就是受医医医 一点委屈 真的 村长 就是 我跟你说啊 就 你就看我的实际 行动 你是这宝珠啊 还拿上把式了 你现在知道着急了 就没见过你这样当娘的 人保证爹大老远的来了 你连口水都不让人进来喝一口 还拦着闺女不让回去 你可真行啊你 我还给她水喝呢 气都让她快气死了 我这快要不给她点厉害瞧瞧 以后咱这闺女 他们家想打就打呀 爱打也活该 一天到晚的好日子 不知道好好过 闹点脾气就往娘家跑 到了家里又听李娘一顿胡咧咧 那能解决问题吗 真是糊涂你 我看你糊涂啊 不是你说这话不是疯了 有你的当爹的这么说话的吗 啊 草儿啊 别哭啊 回头娘一会儿跟你爹算账去 老了老了也不让人省心 啊 小花 这这到我们家的就是 我们咋的铁铁带 这咋的 哎呀 小花 哎就是保证关于小花 就说一一一 哎呀 哎呀 一两位 大伯 大伯 我愿意去 我愿意去铁带家 小花 你别怪大伯 大伯不能留下你 有大伯的难处啊 大伯 现在有人要我了 我 纤纤就能回家了 小花 他们要是对你不好 你再回来 好 大伯 只要纤纤能回家 我去哪儿都行 小花 大伯 大伯对不住你了 老季 明天我就走了 我 红原的铁带家说呀我 我不能不去 我们永远分开了 你要听话 要多下单 我们一定没有地方可去啊 老季 你 我回来看你呢 我回来看你呢 丑死我了 昨天晚上啊 一宿没睡着 心里也不知道啥滋味 你说上河村吧 总共就这么十几户人家 他们的态度呢 也早就表明了 你说呀你姐夫 把小花往哪儿送呢 咋 你心疼姐夫了 我 我不心疼她 我这心疼家里那俩娃 娃们又没错 守着亲娘也见不上面 小花 你昨天和老母亲说的话 大伯都听见了 大伯 你把她带上了 带上她去了那儿 多少也是个本 我知道 太好了 小花终于要走了 咱娘也能回来了 咱娘还不知道 这个好消息呢 咱一会儿去小姨家 咱娘借回来 你 你说你这花这么客气呀 那人去就行了吧 还拿啥鸡呀 这这就是 那我 我们家喝 好吃鸡呢 就是 这这鸡 是姓黄要的 就让他带过去吧 以后咱们可就这 一家俩俩俩 就是 就是 那咱回家吧 以后都不是 见不着你村长大伯了 行 小花 那咱们走 我走吧 小花 去吧 曾经拿不去看你 我刚才是 你也不 encontramos 那我走了 你能走了 那我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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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小孙小 rhythmic 那咱们是走了 走哎 就是 谁在这家等着听姐姐呢 对啊 你先上来 你先上来 上来 你先上来 上来 上来 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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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是那句话啊 舍不着娃呀 就套不着狼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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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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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 娘 宝儿 哎呀 怎么来了 娘 你怎么来了 你看没脑瓜子汗呢 娘 咋回事啊 是你爹俩怎么来的呀 是我们自己来的 我们来接你回家 对 我们自己来的 娘 小娃已经走了 不在咱家了 说啥 小花走了 嗯 上哪儿了呀 是 那后边的铁太爹 引她家去了 说是个大闺女 你们不是在逗你娘开心吧 铁太爹说她家正说缺个丫头 所以才要逗小花的 哎呦 哎呦 娘没听错吗 哎呀 娘 你都捏疼我了 哎呦 跟你说实话 你咋不信呢 哎呦 哎呦 姐啊 看起来呀 功夫不负有心人啊 我就说嘛 只要坚持到底呀 准能胜利 哎呀真是 这苍天有眼的 这上河村的人 终于有人站出来了哈 哎 哎就是没想到 这站出来的 咋回是铁袋家呢 你怎么抱着她干啥 哎 哎 小花 那既然咱是 一家人来说 那咱就得 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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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是我来说吧 你给我听清楚了 你已经不是从前的小花了 我可不会像你娘那么宠着你 现在大伙都像躲瘟疫似的躲着你 我们肯收留你 你要知道好才行 对 对 你得记住我 我们对 对你的好 你知道吗 哎哎 小花 就是我 我们家的粮食吧 哎呀也不 不吃 你不能 白白白吃我们家的饭 知道吗 这第一 哎行哪 这话说不利 咋总讲的说 以后你要第一个起 最后一个睡 地里的活 又和铁袋爹 家里的活全归你了 除了洗衣做饭 喂鸡喂猪 打扫屋里屋外之外 还得把我们家铁袋给看好了 平时不许随便出大门 也别和声音说话 更不能去见村长 你听懂了没 对 更不能去见 见村长 哎呀你听见没有 更不许去见 村长 哎哎 更不许哭哭啊 你听懂的吗 哎呀行了 赶紧 带 带我 进屋吧 走走走走走走 default 以后你就住这儿吧 自己收拾收拾这个 对 对 自己也收拾这是 走到这儿去玩吧 走走走走玩吧 来吧 来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